近來 國民黨總統候選人韓國瑜的北部輔選 形成相當少 因此被外界解讀 韓國瑜是被卡在台北 國民黨地方候選人不希望和他同台 才會因此走不出台北 而為了要搶救局勢 現在國民黨大佬是分進合集 在北部地區也加強力道 像是今天一早呢 前總馬英九是陪同李永平 到汐止區市場來掃街拜票 至於前 新北市長朱立倫 今天則是來到台北大安區 替林一華進行車隊掃街 在選戰最後期間 努力衝刺選情 我們的總統親民愛民 來 感謝 感謝 來 來 川起圍兜兜 前總統馬英九 來到新北替候選人李永平 掃街拜票 當起小廚師 總統長官在家裡當家庭主婦 一家旗主要吃家庭主 假消息 不用指我用 馬英九當起大母雞選情衝刺 只是最後階段黃金周 國民黨總統候選人韓國瑜行程 卻不多 拉台立委選情的重任 似乎落到馬朱身上 要穩住藍營支持者的信心 這個情勢穩健 逐漸往上爬身 今天我看韓國瑜的行程主要是包括去宜蘭還有基隆 那我朱立倫在台北 馬總統在新北 等一下我還要去台中分慶合集 希望我們能夠最後發揮最後的戰力 朱立倫替韓國瑜緩加 減少衝擊 這次台北市立委選區共有八席 民進黨四年前和第三勢力小黨合作之下 範綠總共取得三席 國民黨奪下五席 今年藍綠焦灼 國各自都有殊不得的壓力 我覺得我不管對手是誰 重點還是把我的專業跟經驗表現出來 因為答應去的選民是很理性的 要看的是個人條件 以及是不是有立法委員 能夠專業問政的這樣的一個條件 選戰倒數 少了總統候選人加持 最後幾天 藍營大咖分進合集 搶救選情 李玉華 動算 李玉華 動算 記者 藍金發 潘映航報導 文藝哥 黃珠